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一篇非常有哲理的文章 题目是 这就是人生 我们一起来听 人竟是 躺下来仔细想想 人活着真的不容易 明知以后会死 还要努力地活着 人活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复杂的社会 看不透的人心 放不下的牵挂 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 走不完的坎坷 越不过的无奈 忘不了的昨天 忙不完的今天 想不到的明天 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 这就是人生 所以 再忙再累 别忘了心疼自己 一定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 人生如天气 可预料 但往往出乎意料 不管是阳光灿烂 还是聚散无常 一份好心情 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 把握好每天的生活 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珍惜 得之坦然 视之泰然 随性而往 随遇而安 一切随缘 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 我们都有缺点 所以彼此包容一点 我们都有优点 所以彼此欣赏一点 我们都有个性 所以彼此谦让一点 我们都有差异 所以彼此接纳一点 我们都有优点 我们都有优点 因为我们有缘相识 请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位家人 朋友 开心的过好每一天 十年后 你保持了健康的体魄 还能到处旅游打拳 跳舞 你的孩子会说 老爸老妈 你们太明智了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自己的健康 重要的事情 再说一遍 请大家记住最后一句话 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是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其实人生就是做两件事情 第一 教育好孩子 不要危害社会 第二 照顾好自己 别拖累孩子 再过若干年 我们都将离去 对这个世界来说 我们彻底变成了虚无 我们奋斗一生 带不走一草一木 我们执着一生 带不走一份虚荣爱慕